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係Gobie 今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店頭新翻的貨品 就是礦香石 我就會跟大家說一下 為何我們要礦香 礦香的原理是怎樣 在我們人體裏造到什麼效果 那礦香石本身怎樣做到礦香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正確使用礦香石的手法 因為我發現外面有不少坊間的品牌 其實都沒有告訴你 正確使用礦香石的用法是怎樣的 大家看完這條影片就會知道 如果大家對於以上的內容有興趣的話 記得看下去吧 其實礦香是一個最直接的 讓我們人體接觸到精油這些方向分子的途徑 因為精油本身就是大自然的有機天然複合物 我們透過這些精油擴散在空氣之中 經過上呼吸吸入這些有精油分子的空氣 這些精油的方向分子會去到我們的鼻腔 透過鼻黏膜去到我們的臭角神經 再經過臭角神經去到我們大腦邊緣系統 而我們大腦邊緣系統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們的下視憂 就像我們大腦的一些發放信息的地方 你當作是一個總部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系統都會 我們會從下視憂的地方發放一些訊息 去調節我們身體的內在平衡 它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神經系統 免疫系統 以及內分泌系統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吸紋這些精油的方向分子 刺激到我們的大腦去幫我們做到一些有療效的好處 然後就是這樣做到的 抗香石又如何做到抗香的效果呢 我店鋪入了三款不同的抗香石 先有這一款 就是比較簡潔的款式 這個款式是一個圓碟 但裡面有一個粒位 大家可以把精油滴在裡面 而且它會跟著一隻薄薄的碟 一個盒子就是這樣的 它都是日本出產的 但就是中國製造的 另外兩款就是可愛的動物系列 就有第一款的麻雀 麻雀 還有第二款的這個... 綿羊 這兩款的療育動物 其實就是日本製的 但它們是空心的 所以大家用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究竟這些抗香石 如何做到抗香的效果呢 其實簡單來說 它們這三款都是一些 陶器的石膏製成品 它們是沒有下油的 所以它們是摸起來 有點粉粉的質感 這些陶器石膏 它有一個很好的吸濕 同時也有一個放濕的效果 它就是透過石裏的毛細孔 去吸收水分 或者是蒸油 當它揮發這些水分出來的時候 就會做到一個抗香的效果 由於它們的尺寸都比較細 還有它是一個被動的 一個難擴散的方式 去做到抗香效果 所以它們比較適合用在一些狹窄的空間 例如大家的桌頭 例如是衣櫃 例如是圓關位置 大家睡床旁邊的茶几仔 又或者是洗手間 浴室裡面都適合擺放這些抗香石 坊間很多牌子都會叫你直接滴精油 其實事先是要先整顆石噴濕它 我這裡有一個噴窗 整顆石先噴濕它 其實它會吸收水 但它過了一會 就會整個乾透了 你先噴濕它 然後你任由它 放它一會 吸收水分之後 才用蒸油滴 一兩滴 其實這個用量很少 你已經可以做抗香效果 以我這顆抗香石為例 其實用兩滴 基本上已經做到抗香 就不同坊間那些 坊間那些叫你直接滴的話 可能用量就會多很多 所以大家不妨試一下這個方法 先打濕了 等它放乾了 再加蒸油 就可以幫你省下不少蒸油的錢 這款比較經典的抗香石 這款比較經典的抗香石 你就可以直接加蒸油 你就不用擔心它會漏出來 因為它真的有一個窩位 可以幫你盛載的蒸油 但這兩款療癒動物的話 其實它就沒有一個粒位 給大家滴蒸油 所以大家是真的 焦頭淋下去的 大家滴的時候 先就剛才一樣 整隻 先打濕了 等它吸了水分 你可以做幾次的 這個動作 先噴濕它 在桌面上 找些東西先沾一沾它 因為它吸了水之後 可能吸蒸油的效率沒那麼快 所以你噴濕了 再滴蒸油的時候 找些東西沾一沾它 因為它有機會在旁邊 就流了一些蒸油下來 所以以免蒸油會刺激到任何桌面 因為有些蒸油有機會有破壞性 所以先沾一沾它 讓它不要流到大家的桌面 即我不想大家的桌面會化 所以先這樣用 然後才拿去你擺放的位置 就會更加好 這兩個就是 療癒動物需要注意的地方 有些朋友可能會問 那我怎樣轉那個味道呢 如果我今天用這個味道 第二我想用第二種味道 那我應該怎樣處理呢 其實簡單來說 由於這些陶器石膏質地的 抗香石呢 浸水的話 它也有機會對於石的本身有些損耗 所以其實我不太建議大家浸這麼多 但是轉味的話 大家真的要浸一浸它 那我做法就是 將整顆石浸水 然後拿出來 大太陽曬乾 同樣地用那個揮發的方法 將那個精油的氣味帶走 但是都是那樣 其實不太建議大家 氣勢不斷浸它 所以呢 我建議大家用一些精油的時候 就想一想 可能我用這個 譬如我用開橙的 就永遠都 將橙的精油 滴入這個同一個石 減少它轉換味道的次數 如果不是的 可能我今天用橙 明天想用檸檬 其實都可以回到同一個石 只要不要突然間 用花 突然間用草 它的味道真的比較難去改變的話 你真的需要浸泡整顆石 這樣的話 跟別人也有機會會影響那個 花紋本身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我對於這些礦香石 怎樣保養 怎樣轉味道 怎樣使用的一些資訊 我希望大家會喜歡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不妨去看看他們 喜歡的話帶他們回家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大家如果喜歡看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留言留個心心 又或者把這條影片分享給你 覺得有需要的朋友 希望大家有一個開心 愉快安全的周末假期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